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俊杰 我们一看到白剑宇他在这八场音乐会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虽然是演奏家 但是他也像作曲家一样 安排了听觉的一个登山步道 前面三场呢 从贝多芬新色的时期 到他中间我们有穿插一些后期的作品 像是《告别》 然后中间有穿插他遭受挫折 面对挫折的作品 像是《悲怆》 第四场可以说是已经几乎是登到高峰了 因为这个12月19号的这个作品呢 白剑宇将会带给我们他的第17号和第23号的作品 这两首作品的别名叫做《暴风雨》和《热情》 《热情》我想有接触过被读分作品的一定知道 这个就是大家公认是一个最有表现力的 或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最有名的贝多芬奏名曲 《暴风雨》和《热情》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其实当时这个辛德勒 就是当时这个贝多芬的算是仆人也是朋友 也是后来帮他写传记的一位也算是音乐人 他当时就看到贝多芬呢在看《沙士比亚》的《暴风雨》 他就跟贝多芬说哇我觉得这个标题 Tempest挺适合做你的这个 音乐会这个作品的标题 那贝多芬就说啊我们就放在 我们就放在作品31-2好了 或者是作品57我觉得都非常适合 那这就是我现在讲到的《暴风雨》和《热情》 所以呢这第23号作品名曲虽然叫《热情》 但是也很有可能叫做《暴风雨》 那大家听到一定会觉得很好笑 其实这个《热情》的名字是当时作曲家也是 就像我们现在会卖CD啦或者是办演唱会 作曲家也是需要有收入的来源 那这些出版商呢 这个汉堡的一个出版商他就突然把这个曲子 第23号作品名曲改编成一个四首联谈 因为当时很多王公贵族啦或者是各种的人 都希望可以会弹这些曲子就是很enjoy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了一个四首联谈版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要弹这么多音太难了 所以两个人弹可能简单一点 那改成四首联谈大家就已经比较可以入门款 再加上这个他又给了这个四首联谈的 这个作品名曲什么样的标题 热情 大家可以一起谈这个热情咒鸣曲 于是这个作品马上就非常大卖 而且非常的热门 讲了半天这个曲子一点都 不能说不热情 应该是说这个超级无敌热情 但是可能跟大家想象的热情是完全两回事 这个热情我觉得是他在深渊之中 还对着生命有着无比的热情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热情到底是有多么的黑暗哦 像这个命运的空门声 还有这个悬疑的感觉 还有这个悬疑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突然非常愤怒的这种 那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突然非常愤怒的这种 还有这种心急如焚的 还有这种心急如焚的 或是呐喊的 还有这个真的是第二主题 愤怒和自我怀疑 这种心急如焚的 那我们也可以听到他的第二乐章 那我们也可以听到他的第二乐章 有些人说是像是黑夜里的玫瑰一样 这种永恒的 或者是自己心里的很多的这种希望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反映在我们 现代生活 我想不论是任何时候 我们才听一下他的第二乐章 我们可以听到后面马上有这种 好像蜂蜜似的好像月光像蜂蜜一样倾泻下来的这种 最后这一切黑夜中的玫瑰在这第二乐章 最后就像一个噩梦一样 一切都梦突然醒过来 应该是说他从这个美梦醒过来发觉自己 其实一直在一个噩梦的现实之中 我们听一下最后这个 好像是这一切是真的吗 然后突然就有一个这种尖叫的 到了第三乐章这种 无止境的黑暗 这是第一次到第二次 我们可以听到这种迫切的 最后面的时候是一个 几乎是暴跳如雷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12月19号 白剑宇将带给我们的热情奏鸣曲 在同一场音乐会中 还有这个暴风雨 那这个也是 他其实这个 就是在他写完遗书以后 1802年32岁 之后 马上写出来的这个 作品就是这个暴风雨奏鸣曲 那其实 这时候大家也一直在讲一个新的道路 为什么讲新的道路 就是因为他一直 贝罗芬自己在信里面写说 他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方法 我觉得因为他在这个遗书之后 也吓到自己有这样的念头 他其实从来也就没有去自杀 但这个遗书也都被藏起来 一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 那我们可以听出来 他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 非常多强烈的情感 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然后他非常的质疑自己的人生 质疑神 质疑各种东西 质疑自己的对人 然后他对人这么的爱 然后他有没有他得到的回馈 是什么各方面 我想这些都是大家每天 自己在内心一定也都会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音乐会中 再次感受一下怎么样 真的去面对自己的很多的困难